科学的逻辑摆托以内 大多数人对科学的认知只是基于科学信息 而不是基于科学的逻辑认知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比如绝大多数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相信当代基因科学的理论 相信DA技术可以验证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基因科学吗 只有基因科学家才真正知道 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关于基因的科学信息 讽刺的是很多科学信徒学了一些科学知识 吸收了一些科学信息 然后认为自己掌握了科学 然后嘲笑那些没有科学知识 缺乏科学信息的人 说别人无知 用科学信息可以摆脱无知吗 只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是用一种无知替换了 用一种无知 因为你相信的不是科学本身 而是权威 权威科学家说什么 权威科学期刊发表什么 你就信什么 讽刺的是 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总以为自己相信科学 所以还是很无知 无知的基础是什么 我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我很自信的盲从 觉得自己不傻的人 往往很傻 只有知道自己身陷无知的人才是真正清醒的 丈夫如果想验证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会选择今天去做第一类检测 但是不敢找私人诊所做检测 不管怎么找有权威认证的三甲医院 金燕告诉他这个选择比较靠谱 他很清楚 相信科学无法摆脱 盲从金燕和权威的命运 而科学信徒的判断 往往是基于这些信息是否科学 但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它是否科学 所以只能相信权威人士或者权威媒体 从而把自己变成权威人士或者权威媒体的奴隶 一个真正清醒的人是这样处理信息的 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我不能保证它是否可靠 我应该如何尽力判断这些信息的可靠性 科学只是我的判断工具 权威人士或权威媒体的信息 只是我的重要参考 就算我是算命的 我也可以参考 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说自己不迷信 我不能说清醒的人判断正确 毕竟都是人 不是神仙 但这样的人 首先要有自知之明 不做科技的奴隶 不做权威人物 或权威媒体的追随者 二是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第三 判断力比一般人强 科学只是增强了我们的判断能力 丰富了我们的创造力 但如何利用科学不是科学的问题 是人类的问题 科学主义把人变成了科学的奴隶 现代智能技术甚至把人消灭了 这才是可悲的问题 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科学 请凭经验就可以判断 最科学的过分信仰被误导了 一对黄种人夫妻 如果妻子生的孩子是白人或黑人的混血儿 还用茶 D9相信孩子不是丈夫的吗 如果你相信DNA技术 D9可能反而是伪造的 如果你相信医院 医院可能会出错 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一名男子因为去医院体检 竟然查出了子宫问题 但在今天 即使丈夫发现孩子是混血儿 如果未经DNA检测 就判定孩子不是亲生的 另有此服养孩子 法院也可能判丈夫败诉 这是科学的权威 现代人不懂科学是愚蠢的 盲目追随科学信息是愚蠢的 科学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吗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在科学诞生之前 我们是如何与世界交流的 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渠道是 感觉、知觉、智力、意识和灵性 感觉是我们的本能 是我们感受世界最基本的方式 我们用眼睛观察世界 用耳朵轻轻世界 用凤浮感受生活 用心灵感受情感 用味觉品尝美食 知觉是我们后天的努力 不断学习总结经验 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和感受生活的能力 致意是我们思维能力的发挥 科学是人类思维能力不断发挥的结果 意识是一种我们还说不清楚 但又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动物 也是人类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 灵性意识是一种神圣的能力 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 且是甚至怀疑它的存在 今天的灵觉对我们嗤之以鼻 认为是迷信 执着于灵觉真的很迷信 因为精神意识是难以捉摸的 所以很容易创造一个惊吓的窗间 但否认精神觉知的存在 或者说失去一个我们与自然沟通的渠道 就太武断了 今天的意识与知性意识混淆 表现出单一的智商 这是我们迷信科学的结果 其实不同的人天不不同 动物能力也不同 但今天不符合科学要求的人才不是人才 所谓动物都是荒谬的 今天的认知更多的是靠教育 可悲的是 我们的教育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用了16年的教育 却没有培养出少数有学习能力和总结经验的人才 反而培养出了一群科学知识的奴隶 或者一群信息虫 既不能提高我们自身的生存能力 也不能提高我们感受生活的能力 今天的感觉是一个下降的过程 因为在科学主义面前 通过感觉与世界交流是一种非常过时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观察能力在下降 感受生活和情感的能力在下降 甚至味觉也在下降 我们逐渐将自己的感觉融为感官愉悦的工具 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沉溢于情色八道和肉欲 逐渐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能力 我不否认今天单靠感觉与世界沟通已经过时 但不可否认的是 感觉仍然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最基本 最有效的方式 以汽车、动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相比 步行已经过时 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而忘记如何走路 不要盲目相信科学 就算你是科学家 科学也只是你的工具 不是你的领导 不要跳出宗教 而是卡在科学教育里 充分调动你的感觉、感知、智力意识、启迪 如果可能的话 还有你的精神意识 这是一个完整但不迷信的人 今天很多人站在国学的角度 反对科学主义 但他们自己却陷入了国学 守口如瓶是神话国学 也是国学的悲剧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最大的遗产 不是四书五经 而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最大的智慧 就是让我们通过老祖宗留下的经典找到自我 在老祖宗的历史中体验自我 展望未来 而不是成为老祖宗的书呆子 儿子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